好,现在跟各位介绍一下 NFS客户端简单的挂载的行为 而这NFS客户端挂载的过程很简单 首先,第一个,刚刚讲解过 RPCinfo-P查询远端主机是否支援NFS 有支援是怎样,没有支援是怎样 当你查到远端主机有支援NFS之后 然后再回来看showmail showmail是会把远端主机分享出来的分享目录 以及可以连线的客户端的位置 一并告诉你 那你就要利用它给你的讯息 来构成一个挂载的指令 所以你应该能够看到 当对方告诉你 我分享了什么目录 我可以利用 让你利用什么样的状况 去进行连线 连我哪里 连我的什么地方 它可能不同的来源 或不同的分享目录 会有不同的客户端的允许的状况 那么第三就是建立挂载点 那我们标准来说 我们会把手动建立的挂载点做到M&T目录下 那我们等一下做一个目录叫做Teacher 做目录之后呢 就是挂载的指令 U-mail U-mail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它写的是这样 然后呢这是IP位置 然后呢这是IP位置 然后冒号这是后面的分享的目录 分享的目录 冒号后面用绝对路径描述分享目录 接着就是你的挂载点 描述挂载点 是绝对或相对都可以 那实物上的明显是如何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你可以知道 我们现在这一台电脑13号是所谓的 是伺服器 然后在这个时候 我在我这个地方 这是我的客户端 我CD进到M&T目录 好这边已经有做好一个Teacher 这是之前做的 那如果你没有做你就MKDR一下 我们现在要先看的是刚刚跑过的RPCinfo 当你看到RPCinfo给你的讯息的时候 像这一台是已经全部做好了 包含了YPSERV NIS伺服器 你看它的POR是723啊729啊 这很有可能是浮动的 对于浮动POR或是固定POR的指定 等一下我们会在伺服器的进阶设定里面会谈到 然后呢在这下面你看到 它这边有NFS 几乎基本上你只要看到NFS 你就可以确定了啦 它对方有支援NFS 像刚刚的这边的答案里面 这边的RPCinfo里面的结果 这边就没有NFS的讯息 这边是NFS有ACL NFS、ACL像在这个地方 然后在这个时候 UDP、TCP的2049都是NFS的POR 那等一下外面要去挂载它会不会有困难 就是有可能有 为什么我刚刚的防火墙是连线状态防火墙 要不然我就必须要特别针对这边所使用的POR 也就是2049的POR去进行阻挡 去进行开放的动物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你看MTD的POR是长这样的 好那我现在去连人家 我连人家之前我先查询Show MT 所以这个指定你必须记在心里 你没有ShowMT的人家 你怎么知道人家分享什么东西 这也是让你在网机网路上 可以去针对目的地的伺服器 进行查询的一个权利 它必须告诉你 它分享了什么东西 分享的对象包含了谁 你看这边 SRV的R HOME 它分享的对象是122.0的24 也就是Class C 跟19168.0.0的Class C 你在写客户端的时候 写这样跟写这样都可以 都是一样可以通的 然后它这边针对1号的网路 还有针对0的网路的Class C 都有开放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对 你的IP位置 是不是在它客户端允许的状况中 是或不是 对不对 如果不是你就要去调整 你是不是 你要把你的IP位置 能来用IP做一些调整 今天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东西 是故意用这个来试试看 好 也就是我现在 先看我的Teacher目录 它应该是个空的 好 然后我现在就可以挂载了 Mount 也就是你要用这个东西 去用这个 ShowMount 传回来给你的讯息 去架构出你的一个挂载的指令 Mount 远端主机叫做 写线 然后它的分享目录叫做 这个挂载到现在眼前的Teacher上 好 那 你要挂载到什么地方 你自己必须要知道 挂上去之后 如果没有问题 它应该就挂好了 挂好没有任何信息 这时候看一下Teacher 可以看到 这里面就有了 这样的东西 好 那 在这里面有这样的东西以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 去进行描述 或是进行进一步的 档案系统的探勘 那现在的这种状况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到这里来 因为你已经挂上去了 剩下的动作就是你所熟悉的 档案的 浏览的动作 好 因为你的档案系统已经跟远端的档案系统 连结在一起 有进到Mount目录 然后进到Teacher目录 然后你就会看到什么什么 像我这边有ISO档啊 有HU6啊 有 我的DVD啊 这是我们的安装来源 好 那 安装来源有或没有呢 再说 这下一个问题就是 诶 我们的连接已经完成了 这是已经挂载上去了 挂载上去之后 你是不是有可能 在有机会的状况下 了解一下自己挂载的情形 你可以看到 它现在在Mount的列表中 有 远端主机是0.13 它的挂载目录是这里挂载到什么地方 它的类别是NFS 它是可读写的 而这边特别告诉你 它是第四版 对 你的NFS的版本是多少 这件事情很重要 Red Hat系列版上面的NFS是比较新的 而你在别的Linux上面看到的 仍旧可能是第三版 所以 有时候 有一些程式 彼此之间 之前互联可以用 现在不好用 包含 如果你用Ubuntu挂载 Red Hat系列版 这边就会出一点小问题 Ubuntu会不断的出现一些讯息叫做 NFS的指令不适合 或者是指令outdate 如果你用 那个 你用那个 Mac iMac的 MacOS 10的作业系统 挂在Linux上面的第四版的时候 你会遇到困难 也就是有一些软体 它并没有升级到第四版 它的客户端的版本 跟伺服器的版本不match 差太多的时候 有些事情可能不能做 像是Ubuntu可以 可以看到档案列表 但是 使用档案的时候 有一些障碍 所以如果你用的是 肥多拉那还好 那就没有这个问题 可是如果你用的是Ubuntu 你就必须想办法去升级 Ubuntu上面的NFS客户端 让Ubuntu可以支援NFS 就是第四版 这件事情 是要特别跟你讲一下 然后 远端位置是多少 本地端位置是多少 这样子 OK 好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这问题顺便跟你讲一下 在伺服器上面 如果你想要固定 某些NFS的Port 你可以到System Config目录 ETC-SYS Config 你看一下 这里有个档案 这个档案叫做 NFS 就这里 好 所以我们可以打开 NFS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它的预设计 它是否接受V2跟V3的连线 你要小心 这就是你的客户 伺服器是否接受V2或V3的客户端的连线 像是我刚讲的这种问题或是状况 你可能会需要改这里 让伺服器可以接收 来自V2跟V3的连线的要求 怎么做 怎么做你也看到了 把No改成YES就可以了 好 然后 然后 这下面 你看到 Gracetime 就是它的 第四版的Gracetime 90秒 可以让你有90秒的 那个 回应时间 好 这边来了 MountD的Port要不要固定 现在 我们MountD的Port 并没有固定 这就是我们没有固定的状况 它每一次启动 都会有不同的Port 然后呢 StatusD的Port 也没有固定 你要固定的话 就在这个地方改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这是RDMA的Port 这都没有什么 这个 你主要在这边 你会需要改的很可能 就只有 这个StatusD 跟 上面这个 MountD的Port 这两个 再来 如果你遇到旧版的客户端 你就要靠 最上面的这两个 Mount NFS V2 或是V3上面的 这个调整 这是 是顺带一提的 当你在做伺服器的时候 你是否允许客户端做 正常的挂载 客户端如果版本太旧 你就要这样做 OK 好 那挂载这个行为 挂完之后 我可以卸载 有没有 当然卸载之前 你必须要先 离开所有挂载的目标 Teacher 这样就卸载了 好 那你当然可以用其他的自动挂载的机制 去进行 自动挂载的行为 这我们等一下会有机会的话 会来看这个问题 可是一个客户端的连线测试 挂载的过程大概就是这样 我可以用其他人来看这个时间 我可以用其他人来看这个时间 就会用其他人来看这个时间 感谢观看